大家好,我叫維迪,這是我中文女子徐文語,可以叫我維迪嗎? 我叫維迪,我現在讀政大國貌大事,看書、旅行跟攝影,其實差不多就可以代表我這個人 我發現大家介紹三個泰國的時候,我發現交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教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做過三個實習,然後我剛從首爾就是自助旅行一個禮拜回來 然後二月中我要去上海進行維持一個新期的,不是維持一個學期的交換生活 然後我喜歡冒險,然後這是我覺得就是為什麼我常擺盪在育地跟家的原因 那我非常珍惜就是生命中每一段相遇,因為從你們眼中我可以看到生活不同的樣子 也介意得以更加認識自己是怎樣的人 那就是或許就是我在這邊可以預見 那其實一直以來我覺得自己的實習經驗就是比起很多可能在知名的跨國企業啊 我覺得我自己的實習,比較上是對自己的興趣還有想像進行探測 那今天會跟大家分享兩個實習經驗,第一個交集老爺參與部實習生 以及第二個變CAMERWARE台灣行銷部實習生 那講到實習,欸奇怪我一開始其實設定他要跑出來,但他已經出來了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近年來開始好像大家大學的必修學分 除了社團,除了戀愛好像多了實習 但其實我比較想問大家,為什麼要實習,一窩風發狂的實習是為什麼 是因為大家都在找,所以我好像也要,還是因為說,欸我想體驗,提早體驗職場的生活 還是說,欸我想累積與利益之地冷漫 或者是對於我而言,我比較想要遇到和自己有一樣興趣的人 那對於我而言,這些TAG都是我找實習的原因 那大概在二下的時候開始,因為我大一過很爽,就是拼命發狂風讀書 然後大一開始覺得,喔我就是要玩的很爽 然後大二開始就開始負責任,開始在社團還有戲上辦了很多活動 那二下今天開始我就會開始會想說,欸那奇怪,我到底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或者是說,要成為那樣子的人,我的生活應該要長怎樣 我開始會想,覺得說,這問題好像漸漸浮出來,我大三了耶 然後我們開始會想這些事情 於是我開始上網,看書、報紙、製造資料,或者是透過休克 或者是跟學長姐還有前輩們詢問聊天,或者像現在這個場合一樣 我可以參加一些校對外舉辦的相關講座跟論壇 那對於我而言,我會覺得,第二個方法 跟學長姐們還有前輩詢問聊天,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 因為我試圖在別人的眼睛裡面,還有在別人眼睛走過的那些路途中 就是去發現,去思想說,欸那我未來或許會長成怎樣 會長什麼樣子 那於是乎我拿到第一個時期的機會,其實這個過程實在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我一直從小一直以來,我覺得,欸我好像對販念館有興趣 可是我從小一直不來觀念書,然後也一直非就是走技職體系 那台灣比較特別,就是非技職體系的學校 其實不會有販念管理相關的課程 所以我一看到學校有邀請交期老爺的總經理 然後老爺計算執行長回來學校的演講時候馬上就報了 那在那場演講結束以後,QA時間,我就第一個舉手說,欸總經理,就是我是誰誰誰誰誰 我要就是跟大家傳達一個理念,就是說 我覺得在演講發問很重要,第一個你要有勇氣發問 接著在發問的時候,你一定要清楚的介紹自己 就是讓大家有印象說,欸你是誰 然後我就介紹,然後我就跟總經理表達說,喔我對販念館有興趣 可是我不知道在政大以我這樣的身份,我該在學校做什麼 或者在校外做什麼,我可以做怎樣的努力去更認識販念管理這件事 總經理很酷,他就說,喔是喔是這樣 那我告訴你,就是你來,親身做就知道了,你怎麼這樣來,我給你一個職位 然後學校就,喔喔喔喔,動 然後我自己手就這樣,喔喔,好啊,謝謝總經理 然後那時候印象超深刻,我的行銷管理教授,就是 欸,是影響我一個很深的教授,他就坐在我寫後面 然後我就拿到了那個offer 那對於這件事,其實我想要說的是,那整場演講 其實會後有很多人就圍了總經理說,欸總經理我是誰誰 那可不可以也請你,就是給我一個時期offer的機會 那整場演講其實只有我拿到總經理親自遞給我的影片 那對於這件事,我想說的其實是,機會不一定常常都有 大家一定會覺得我很幸運,其實在那個當下我會覺得 不可自信,我以我一個大二的人,我怎麼可以去這樣子爭取到一個這麼珍貴的時期機會 那我就拿到了,但機會不一定常常都有,但一定要有勇去深所去控制 在那個三四百人的演講場合,我就主手發揮了那個問題 那其實,我就因為那個時候才大二人,我並沒有自己的履歷,所以我就親手開始寫一份自己的履歷 然後我覺得寫履歷是一個自我檢視、整理、反思的過程 那我的情況是因為我有很多經歷,像剛剛是行刑嗎?說他自己比較沒有經歷 就是對,我自己的狀況是跟你相反,我有太多的經歷了,然後我會不知道 就我想要證明我自己有什麼的人,然後我想要全部放進去 可履歷就只有一頁,那我覺得那個時候要思考就是哪些經歷最可以差異化自己 展現自己獨特的人格特質,還有貼合你所要應徵的職位特性 像那個時候我要申請的是飯店管理,所以我知道外向活潑 然後樂於助人,還有善於溝通,這幾個特質可能是我需要展現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選能突顯我那樣特性的履歷,然後透過行文的方式 再把那些特質不斷的放大,那其實我覺得寫履歷真的是一個很好自我整理的方式 然後你在那些寫的當下,你也會明白說,欸,我自己到底已經走過哪些路了 那那樣子的踏實,其實我覺得在寫的過程中,會撫平一些你對未來的焦慮還有緊張 所以你寫下來,你真的開始寫,就我現在講可能會覺得很不深刻 可是當你真的開始寫自己的履歷的時候,你就發現說,欸,其實我沒有我自己想像中的那麼不好 原來我也走過那麼多,我有過那麼多的試機,只是我沒有好好靜下的心來去整理說,原來我做過的學習 好,那在餐廳其實很酷,其實我現在想的講還是會覺得很興奮 就是在餐廳實習,我那時候是在餐一部實習,可是講白言之Wetcher's 就是你們在每個餐廳會看到的就是端盤子,然後我們是在buffet的餐廳 然後餐廳的實習生,飯店的實習生不像企業,他可能會有很多行程指導跟訓練 我第一天就被人資主管帶進去,然後說,這個是新人,然後我就馬上翻證 然後就開始,直接針槍實彈上場,我第一天就馬上收盤子,然後送特別餐 就是那種VIP或是吃素的那種特別餐,然後翻桌,固執會議跟實驗會場 然後第一天我就連續站了六到七個小時吧,我記得我站完整個腳就是發馬 可是我沒有意識到,是休息了一刻,我就覺得喔,腳很痠又很痛 然後有的時候,甚至忙的時候,你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然後我就很震驚,就是被那樣子的忙碌還有累,還有這樣的實況 我就是會帶著一個心理說,我就是去接受訓練了嘛,我就猜一個我要學的東西 然後我馬上就這樣實在下,就是下場我就被嚇到 然後第二天主管就給我座位主說,下班的時候我要驗收 然後我第三天要帶吻,然後第三天我就進行帶吻 然後其實你也不能說什麼,就只能接受 然後我就慢慢去觀察說,欸老鳥們到底在做什麼 他們怎樣,喔原來他們收盤子疊的方式跟我不一樣 所以他們可以疊的那麼高,沒有那麼重,沒有可以收那麼快 然後他們翻桌為什麼那麼快,原來收東西是有順序的 飲料可能要先收,儲物要先處理好,那些都會加快點順序 你需要怎麼跟在場的其他員工合作,那他們怎樣可以面對所有突發狀況 都可以不及不許,喔原來他們是這樣在客人 然後以同理性的思考說,喔原來要這樣才會有這些步驟 所以我開始會去觀察就是老娘有什麼做事 所以我在第五天開始就負責酒水,酒水的意思就是你可能要開瓶到紅酒 然後你要倒啤酒,你的泡,就是啤酒的泡到底要到怎樣的程度才是對的 那你的位置要怎麼去,那怎麼樣開瓶才不會嚇到客人 然後又可以帥帥的開瓶 所以我第五天就學了這個,然後也在第五天我就被客人留單點名獎勵 好,那其實我覺得飯店業的挫折,其實我覺得這經驗很特別 所以想特別跟大家分享,哇,只剩下6分鐘 就我覺得我的挫折是來自於就是身體跟心理的不平和 而非就是一般公司很好自立的勞累 因為我會覺得那樣子很辛苦,就是大家看到了喜宴的場合 就是你們這樣那個桌子 一開始的時候整個會場都是空的,都是需要我們熬夜去翻那些場 就比我大的桌子這麼大 然後我不可能這樣抬,因為都是要一個女生去用 我要這樣滾,就是一個晚上可能要滾10次 我要去滾那個桌子 然後椅子圍城一圈那種椅子,我們是以10個,我們叫做一浪 然後我們會有特別的車子,我們就要笑那個車子叫勞斯萊斯 因為他就是我們生命的圈 我們這樣拖那個車子影響,因為我一個女生 然後拖那個車子,然後10個這樣躺著 然後一個一個翻下來圍成一圈,然後在套上指定了一套 然後一個座位就有三種杯子,茶杯,紅酒杯,還有中式茶杯 就是中式茶杯,然後飲料杯跟紅酒杯 所以一個桌子就要30個,那如果以25個桌子的話 我一天就要擺一個晚上就要擺750次 還不包括餐具跟桌巾,桌巾也是要慢慢折 那我會覺得那種勞累不是我用現在四具分享 或是我鞋在上面可以體驗 尤其對我們這種從小在都市裡讀書的孩子 我覺得那種辛苦是要自己去體會才可以體會的 那心也不平衡是說,就是我其實很快就學會所有技巧 送餐啊,或是接電話或是代位,然後我很快就學完了 然後同學就覺得,你一個政大到底來這邊幹嘛 然後為什麼可以學那麼快,實在覺得你太厲害 是我們參念女生,然後想說,其實不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只要是我身邊的所有任何一個同學到那邊 我覺得都可以做到我那樣子的程度 所以我開始覺得每天很無聊的 然後大概上班半個月吧,我就打算跟我媽哭 我又說我不知道有自己在這邊幹嘛 而且那時候因為收盤,就是收Buffet 所以你要收得很快 我因為拿的不當,所以我整個手盤是快要廢掉的那種程度 然後很痛 然後因為排班的關係,我可能要在四點或是晚上一點吃晚餐 然後我那時候很不適應,很不習慣,我就哭說 為什麼我的同學在澳美,在花旗,在煙花,然後我在宜蘭 我一個人不知道在一個荒郊以外 好,其實宜蘭沒有荒郊以外 就在教西,然後我不知道我自己人在幹嘛 然後我媽只說,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要問你自己的選擇負責 好,然後我哭完走一天 我就向人資負離情義 這邊講的情義,其實宜蘭大的時候就是求救 我如果把我這些問題跟他說 然後他說,其實依我們產業的特性 飯店業的特性,我們流動率非常高 就是真的,就是有一個男生跟我同年 然後他跟我一起進去,他第三天不幹 他跟我說,我們一起加油 然後他第三天不幹 我是因為真的很累 然後我就跟他說,跟人資負離說 他說,有你這樣一個夥伴 注意他用夥伴 你們可以去,以後有公司實習的話 你可以去看人事主管或是老闆或主管 怎樣對待一個人 他用的是夥伴,而不是說你一個下屬 他說有這樣一個夥伴 你了,你這麼好的夥伴,我很開心 那,如果你這些要學會 那你為什麼不換個角度去想 你開始去觀察就是餐廳的所有 我們餐廳的人到底都來自你哪裡 那會不會因為那些人的屬性 而有不同的用餐習慣 那,那些人來是為什麼 是不是一些人生重要的時刻 譬如說生日或生日或是求婚 那在那些時刻裡面 做為一個餐廳的人 你可以有怎樣的付出 去為那樣子的人生時刻 有更大的加分或更大的深刻 於是乎,我在之後的日子 就把這些拿去實驗 欸,我發現真的每天觀光茶這些 我時間就不夠用 我已經會忽略我身體上面的老淚 然後我會發現說,欸 原來朝夕老爺很多客人是來自於日本 是來自於香港 那不同年齡、不同國籍、不同性別的人 原來他取餐的時候會取不一樣的東西 像小孩的話就永遠只會喝玉米濃湯 那老人的話就會喝排骨淋椒湯 這些事情 那我在餐廳得到驗證 我就發現,欸 原來挫折是可以轉化成另外一種形式 好像每天開始在餐廳變成是遊樂場 也不是一個便利 那這是我的觀察局收穫 哇,一分吧 我覺得飯店呢 是一個縮影人生的場面 就是,我會覺得在郊西那兩個月 很像一場夏日旅行 就是這是我人生可能只會有一次的夏日旅行 那我在那邊更貼近土地 因為如果大家對老爺的集團有認識的話 其實他們是很強調在地化的一個飯店 那我更加認識我這邊土地 然後看見台北以外的人事物 那其實明明只有插一個雪山隧道 可是我會覺得宜蘭人很單純 他們的思考、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調性 還有他們嚴厲的東西 跟台北人其實很不一樣 可是卻也因為這個經驗 我了解到我必須活在城市這個無儀的事情 我就是一個城市的人 對,那這些是我學到 就是放大五感跟同理心思考 然後你在那邊你就會看到 一樣明映、兩百種人 真正有錢人 他是非常優雅、優榮 然後他會非常感激你的所有一切 可是假的幼稚人 他就會指移、氣損 然後覺得 我目前就是老蛋 所以應該要做這些事 然後也體悟到一個品牌存在的價值 就是老爺這個字是來自於 他想要把每一個來到這邊的人 不管你身份被建立 你來到這裡 我就是把你當老爺 那在那兩個月裡面 我看到所有部門 所有工作的夥伴 從身體到心 都在實踐這個品牌價值 那我會覺得非常感動 我覺得一個公司的成功 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有人都認定你的品牌價值 然後從他每天的daily routine 去不斷不斷實現這樣一個價值 然後懂得感激這個部分真的是 好,我講到這個 不是,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在餐廳 然後我是buffet 然後西雄阿姨的速度要非常快 他們是用超過100度的熱水 一直狂洗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把盤子擺進去 然後他的臉是整個潮紅 你就是看得出來 大家很不舒服很辛苦 可是他非常認真在做他的工作 然後透過跟夥伴們聊天 他去紓緩他的壓力 他的眼神的熱情加累還有空洞 到現在我想到那個經驗 我還是會覺得非常的深刻 那讓我懂得說 喔原來我世界要這樣好好的運作 是有多少小零件 不斷不斷的擲守在自己的崗位中的付出 我才得以可以有我現在的生活 那本來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後一個實習經驗 不過相對於後一個實習經驗 我覺得這個實習經驗比較特別 也比較深刻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下一個實習經驗就是 Band台灣的實習經驗 那等一下還會有交往的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再來找到 對 然後 對就是大家可以再問我 就也很特別 就是我在那邊創建了Band的IP帳號 然後大家可以先馬上收一下 就是我個人闖屋 然後所有裡面的content都是我收的 我才會知道深content有多不容易 然後我在兩個星期內 讓我的account增加了 然後 1,012我最終者 然後 因為我的規則是要repost 然後那時候有2百 623篇repost 然後我除了做這個以外 這是我主要的業務 然後我還做BD BD就是結交新的合作夥伴 就我們商業來上會說Best News Development 對 那這個經驗我多數都說 大家可以再問 然後 就是 這是我的facebook 叫Wennie 然後可以說Wennie去 然後這是我的信箱 然後 謝謝 欸 喔 謝謝依瑩 然後還有謝謝陳妮 然後謝謝教練 可以讓我在這邊 謝謝大家